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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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了来了 怎么又是蔬菜饼呢 怎么没有我最喜欢的鸡腿呢 凯莉 哪能天天吃鸡腿啊 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需要营养均衡 蔬菜 水果 肉类 都要吃才健康啊 我不吃蔬菜 我要吃鸡腿 我就要吃鸡腿 我辛辛苦苦做了这么一桌子菜 你竟然还不吃 凯莉 你不可以这么挑食 我才不吃蔬菜 我就要吃鸡腿 凯莉 你知不知道啊 以前旱灾严重 很多人无家可归 根本没有饭吃的 只能吃素皮啊 草根啊什么的 我们现在生活这么好 你还挑食 这也不吃 那也不吃的 啊 为什么要吃草根呀 他们又不是兔子 你别笑 天气干旱 庄家哭死了 当然没有食物啊 真是奇怪呀 那他们为什么不吃米饭呢 没有水到哪来的米饭呢 那他们可以吃馒头呀 鱼呀 肉啊 冰糖葫芦什么的 他们怎么比我还挑食啊 因为以前发生旱灾 庄家都哭死了 河水也干了 河里的鱼虾都渴死了 冻炉也都饿死了 人们没有东西吃 就只能吃树皮草根啊 咱们现在有吃有喝的 多幸福啊 所以我们不能挑食 更要这些粮食 因为农民伯伯 重庄家实在是太辛苦了 巴比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 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 这就对了嘛 凯莉真懂事 同学们 下周一进行单元小测试 请大家一定要做好复习呀 嗯 明白 哎 卤蛋卤蛋 下周就要考试了 好紧张呀 到底该怎么复习呢 复习 老师不是说下周才考的吗 今天才周夜 你复什么习呀 下周考试 现在开始复习 难道 这还早了些吗 早了早了 太早了 下周考试 这周五开始复习就来得及 咱们呢 还是先玩吧 不要让考试束缚住我们呢 啊 啊 鲁蛋这个拖延正宗的学渣 真不该跟他讨论学习的事 算了 我还是自己复习吧 哎呀 怎么这么多卷子呀 感觉每道题都是知识点 必考题 这下可怎么办呀 真想把这些卷子一口给吞了 让所有的知识点快速进入脑子里 作为一个学渣 考前还在挣扎什么呢 到周五在学呗 反正也不玩 齐尔西 发生什么了 你怎么安生叹气的呀 哎 还不是让下周那个考试给愁的 嗨 齐尔西 你现在觉悟这么高了 开始担心起考试的事情来了 那是当然了 谁愿意整天跟鲁蛋似的做个学渣呢 哼 反正我不跟你讲 到周五那天我就猛学 让你们对我刮目相看 哇 哎 爱上 你作为咱们班的学报 你是如何复习的呀 传授传授经验呗 我 首先告诉自己不紧张 其次呢 就是把以前学过的知识点呢 在脑海里过一遍 嗯 说来也奇怪 只要把书放到眼前 书上的知识就和着陆魔似的往脑子里送 复习起来一点也不费劲 我为什么要去问一个学霸考前该如何复习呢 我不是找人 哈哈 哎 娜娜 下周考试你打算怎么复习啊 啊 嗯 我 我呀 我才不复习呢 随便吧 爱考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 无所谓了 反正我也不在乎成绩 哦 娜娜 你的心态可真好啊 你不用复习 成绩都那么棒啊 哈哈 卢蛋 你只要像我一样 每天按时完成作业 上课认真听讲 你就会像我一样啊 哼哼 哎 那好吧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复习状态 同学们考前复习是哪种呢 是跟我一样拖到最后一天呢 还是和切尔西一样 一复习就抓虾 对不对还是像艾莎士一样 雪霸型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哟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大家好 高中二字幕 下个视频 各位 请按订阅 喜欢 Paris 和张公司 们 如果您有看到 您可以支持 点赞 简可以支持 请使您 支持